一部名为《京东奶茶》的电影,因剧情脑洞太大,引起不少网友热议。 10月12日,该电影出品人邓建国在今朝开发布会。 在当天电影发布会后,邓建国又接着给女儿举办了百日宴。 据悉,女儿叫邓子轩,由邓建国与90后女友王燕所生。 同时,他还自豪地表示,将让女儿在《京东奶茶》中客串,会以男女主角小孩的身份出现,不过镜头应该就几秒钟。 当天,邓建国还爆料了以前和舒奇打交道的往事。 据其所述,舒奇在1998年与其合作了一部影片,原答应了片方跑三场影中见面会,结果只去了前两场,最后一场并不愿出席,最后差点被某院线封杀,只能硬着头皮跑完最后一场。 对此,邓建国表示,自己做电影明白一点,院线才是最厉害。 近期,一部名为《京东奶茶》的电影,因剧情脑洞太大,引起不少网友热议。 10月12日,该电影出品人邓建国在今朝开发布会,在当天电影发布会后,邓建国又接着给女儿举办了百日宴。 据悉,女儿叫邓子轩,由邓建国与90后女友王燕所生。 同时,他还自豪地表示,将让女儿在《京东奶茶》中客串,会以男女主角小孩的身份出现,不过镜头应该就几秒钟。 当天,邓建国还爆料了以前和舒奇打交道的往事。 据其所述,舒奇在1998年与其合作了一部影片,原答应了片方跑三场影中见面会,结果只去了前两场,最后一场并不愿出席,最后差点被某院线封杀,只能硬着头皮跑完最后一场。 对此,邓建国表示,自己做电影明白一点,院线才是最厉害。 搜狐视频有了播报,整理报道。